就在全台缺水拉紧报的时候 寿风厢水连村就传出了缺水的情况 寿风厢长刘耀宗得知后 协调自来水公司以及寿风消防分队 协助运水到水连村 希望能够减缓乡亲的缺水问题 今年夏天没有台风来袭 西部地区水库严重缺水 就在全台缺水拉紧报时 其实寿风厢水连村就传出了 民生用水缺水的情况 原因是花莲虽偶有下雨 不过雨势小无法成为山泉水的水源 而当地居民大多使用山泉水 寿风厢长刘耀宗得知后 协调自来水公司以及寿风消防分队 协助运水到水连村 希望减缓乡亲缺水的问题 经过我们跟自来水公司跟消防队 他们很乐意的帮忙我们 来解决替下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会分段分时段 经过我们的详细的调查 所以我们问他们缺水的地方 然后给他们供水 由于水连村地处偏远 林湖之间都有段距离 所以给水方式是在来往车辆较多的 要道等居民来载水 当地居民感谢湘工所的协助 缓解用水的问题 我们先感谢乡亲缺水 没有水再水来 还有感谢我们水连的消防分队 把我们三天帮我们再水完成 没有水很困难 找到发连去载了 我来发连载 去发连载就是 这个汤里水前三行酒的 不然我都用这种汤里载 不可以载多个车 15号下午 寿风山公所先协调一辆消防水车 在牛山地区进行供水 之后再看其他区域民生用水的款机 做奔旗供水 以解燃眉之己 记者刘明胜 寿风采访报道